我们至少在这个投影片里面 因为要代表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 例如说警徽 或者是一个代表的形象 然后放进去 例如说我们就做浮水印好了 怎么做浮水印呢 首先当然要做就是坐在母片里面 所以检视投影片母片 一样回到这一页 来去插入一个图片 插入什么图片呢 插入这个代表我们新北市警察局的警徽插入 可是通常我们放这个图片进去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把它做成浅浅的浮水印 教各位最快速做成浮水印的样子 就是格式针对这个图片 格式底下有一个叫做图片的效果 图片效果 预设 预设效果里面 这个 就直接把它变成浮水印了 还有建设设设计 建设计把这个图片呢 放到最下面 移到最下面 就是我们只是希望说它是一个浮水印就好了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除了插入图片 我想各位一定都会 在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去做页码的控制 页码 所以我们去选插入 插入什么呢 投影片的编号 投影片编号 这边打勾全部套用 这样子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到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离开投影片母片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第一个版我就做完了 第一个版我就做完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希望 例如说假設新增新增新增 你看是不是每页都会有这些 第一页不会有啦 可是第二页有看到吗 一个浅显的那个logo 好 这提供根本参考 我现在要先还原 这是第一个版 第一个母片我就做好了 好 请你们动手做 两件事 一个就是加入图片设为浮水印 第二个就是设定我们的 设定我们的页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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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